我们要来看从神得到权柄的领袖 今天我们的重点会放在领袖身上 那么什么叫做领袖呢 从神得到权柄的领袖 我们是从《出埃及记》第17章1到16节 来看这一段的信息 《出埃及记》是记载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 辖治他们400年的埃及 在旷野经历各种磨练 领受上帝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 并蒙上帝启示 将神和人同在的会幕制造出来的历史记录 我们知道写历史的人有他自己既定的想法 我们称为史观 什么叫做史观呢 就是这一个作者他要描写什么呢 当然他所讲的那个必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是历史的事实有很多解释的角度 对吗 还有历史这么多 我到底在这一段历史当中 我选择这一个历史事件 还是选择那一个历史事件呢 到底川普做总统 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 你也未必能够从大家喜不喜欢他来做评论 所以一段时间过后 那个写历史的人 他就会选一个他认为公正的角度 当然也有人是不公正的 他有一个公正的角度 他认为这样写能够表达我对历史的看法 摩西就是一个写历史的人 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了四十年 他要进到迦南地之前 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可能一百一十多岁了 他说我要把我过去的经验写下来 我过去的记录写下来 所以他就开始把它写下来 诸埃及记就是写了他自己的自传 他从那一段时间他出生 当然他出生的事情是别人告诉他的 然后他就开始写他怎么样的蒙招 然后他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一直带到约旦河东的地方 这是他选择写这一个 而在选择写这个的里面 他特别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当中 其实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他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他要描写上帝跟他们的关系 到底这段圣经在写什么呢 请翻开十五章二十二节 十五章二十二节 是在旧约圣经第八十七页 旧约圣经第八十七页 八十七页的十五章二十二节 从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八章的结束 三章半的时间 是一个完整的段落 写历史的人他有他的想法 有的人是照朝代写 比如像中国的历史 那有些人不写朝代的 他写文化的变迁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 就一直跨朝代的写 那摩西写 他有阶段性的写 他写到他们过红海之后就是一段 以后他写过红海开始 一直到西乃山下为止 这中间是一段 那这一段呢 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 到第十八章结束 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 而这段落跨了三个月 跨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 他们从过红海的惊魂未定 到驻扎在西乃半岛南方的西乃山 他们天天有各种不同的经历和学习 而这是他们得着自由 从埃及出来 体会自由生命的前三个月 也就是他们刚刚得着自由的前三个月 你知道 这个对于摩西而言 他一定想表达这三个月 一个从奴役当中得着自由的人 他到底有哪些反应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生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你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他们过了红海以后 他们就不再受埃及人的管辖和奴隶了 但是随着他们得着这个自由 他们的生命到底产生什么 变化呢 最大的变化 就是他们必须一直移动了 他们可能几百年住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可能这个房子 父母住住了给儿女住 住了给儿女住 当时那个年代 不像我们现在是小家庭 当时他们都通通住在一起 宗族都住在一起 他们就一直住 一直住 一直住 可是当他们自由了以后 他们第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他们必须一直移动 他们不再过以前那种定居的生活 因为他们在这边住几天 神要动 他们就动了 后来他们又动 搬到这边定居几天 神又要动 他们又动了 所以他们就一直移动 一直移动 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没有固定的住所 虽然享受了自由 可是有另外的麻烦 有没有 另外的麻烦是什么呢 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他们的行李一定不多 我前不久在西班牙碰到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牧师 他后来 他就变成是一个游走的牧师 他一个人 他没有结婚 年纪已经蛮大了 我想他五十多岁 他没有结婚 他所有的家当 就是一纸皮箱 他所有的家当 就是一个皮箱 而且你要知道 在欧洲你要旅行 你的行李不能超过二十公斤 不然的话你就要再买一张行李票 他不要 所以他就是一支皮箱 我们很惊讶 他可以用一支皮箱走天下 因为他没有需要这么多东西 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 对吗 我们家里光要丢的东西 舍不得丢了就不要多少皮箱 怎么可能一支皮箱呢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从现在开始 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了 他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吃喝拉杀碎 对吗 吃喝可能上帝可以帮他们 可是拉跟杀怎么办呢 他们不是像我们教会这样几百个人 他们是上百万人 移动的时候他们要把帐篷收起来 然后移动到个地方去 他们要决定在哪里 有一个厕所让大家去上 太近不行 太远来不及 对吗 这是很大的困难 可是 在摩西所记载的 《出埃及记》的这三个月当中 却只记载不到四章的内容 这表示摩西选择了 他认为最重要需要记载的事 尤其他不记载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比的这个就不重要了 那么摩西记载哪三件事情呢 所以我们来看讲义说 生命旷野中需要面对的三个议题 哪三个议题呢 第一 摩西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 这些以色列人一旦成为自由之人 以后 他所需要面对的就是 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以前他们没有上帝 或者他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上帝 是个模糊的上帝 或者以前那个上帝是个不向他们说话的上帝 或者以前那个上帝是向他们说话 他们也听不见的上帝 但是现在这个上帝不一样了 这个上帝非常的清楚 他要做什么 他会告诉这些百姓的第一 第二 他们所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 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领袖 就是摩西的关系 摩西选择记载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透过摩西要做一件事情的 所以摩西很深刻的体会 在那三个月当中 上帝怎么带领他 这是第二个他要交代的议题 第三个 就这个写作历史的摩西而言 他要讲被神设立的领袖 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这里有个三角关系 一个是上帝跟百姓 上帝跟摩西 摩西和百姓 因为这个缘故 摩西记载了五件事 来说明这个状况 第一件 请看 我们已经讲过了 十五章的后半段 十五章的后半段是讲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饮水的需要 就是他们喝水的问题 那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 是十六章 他们食物的问题 从饮水和食物 摩西记载这两个事件 是表明了上帝要如何 带领他们出埃及 上帝要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 上帝要怎么帮助 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 以及以色列的百姓 应当如何面对上帝 从吃跟喝 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从吃跟喝 上帝要跟以色列百姓建立关系 这是什么呢 我们上上个礼拜已经讲完了 请你写下来 一 上帝给百姓生命的塑造 请你写下来 生命的塑造 今天我要再提一下这件事情 生命的塑造 生命的塑造 上帝给百姓生命的塑造 这是摩西认为最要紧的 前三个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第三件 十七章的前半 是神要摩西取水给百姓 神要摩西去取水 然后给百姓 第四件事情是十七章的后半 是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跟亚马利人征战 所以是上帝跟摩西的关系 这两件是在描述 上帝对摩西的培养和训练 上帝对摩西的培养和训练 是透过事件 不是透过知识 上帝对摩西的培养 不是透过言语 而是透过行动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发觉 原来上帝对摩西 请你写下来第二点 我把答案都给你们了 等一下再慢慢说 就是领袖的培养 上帝在培养一个领袖 上帝为什么要培养领袖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两件事在描述上帝对摩西的培养和训练 以便于他能够做以色列人的榜样 上帝一方面带领着所有的百姓 用各样的方式带领他们 同时他就选一个人出来做榜样 然后上帝直接教他 然后让所有的人看见 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应该有哪些表现 当年在这边其实是在教导摩西 怎么样跟随他 怎么样依靠他 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我再讲一遍 大家都回答 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继续活在地上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是成为别人祝福的 那最后就十八章了 十八章在讲什么呢 十八章是透过耶特罗来教摩西 如何治理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 是神要透过耶特罗把领袖和百姓的关系表明清楚 所以第三写下来 摩西与百姓是团体的治理 团体的治理 团体的治理 其实 神引导摩西写下他三个议题 这三个议题都不是未来要发生的 这三个议题都是历史的记录 不仅显明了上帝摩西和百姓的关系 其实摩西把它记载下来 一方面当然是要给那些将来进迦南地的人看的 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 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 神来找约书亚 跟他说 摩西给你们的律法书 昼夜不可以离开你的口 那个律法书就是创世纪到生命纪 所以神跟约书亚说 最重要你要带进迦南地的参考资料 就是这摩西五经 要带进去 所以对摩西而言 他心里想的是那些要进迦南的百姓 可是上帝跟圣灵的工作却不止这样 上帝跟圣灵的工作 是要透过摩西五经向历世历代神的儿女 表明那些脱离 我们只要复习并且更新 各位有关我们生命塑造的问题 第二我要讲到上帝对摩西怎么样培养 以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 第三点我们这次不讲 我们要留到下一次讲 那是2月11号 我们来看这三件事 第一 上帝给百姓生命的塑造 上次我们就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 到第16章35节 分享了一个题目叫做 得救与得祥 换句话说 得救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能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 需要我们更多的体会和经历 这个是以色列人过红海道定居西乃山 三个月之间一直出现的问题 那就是到底他们怎么面对问题 到底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旷野 一直抱怨摩西的就会那句话 早知道就不跟你出来了 你带我们出来要干什么呢 我们那里有水喝 你这里没水喝 我们那里有东西吃 你这里没东西吃 我们在那里 他忘了他们有很多的苦 对吗 他就记得那里的好 可是到这边来 他们忘了他们自己的好 都记得他们很多的苦 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 我们人在这一方面真是很辛苦 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进迦南之前 一直出现的状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上帝要他们面对 自由生命初期的真实情形 就是他们面对不稳定的环境 会不安 跟抱怨 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经历上帝奇妙和大能 那即便如此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们在一个旧的循环里面 那个旧的循环就是 一碰到问题就抱怨 一碰到问题就抱怨 虽然上帝带领他们经过一件事情 他们惊讶得不得了 他们第一次碰到没有水喝 后来就发觉有一坛水里面是苦的 一喝大家都说是苦的不能喝 别人说你太久没喝水了 我喝喝看 苦的不能喝 所有人都说苦的不能喝的时候 神就叫摩西 一棵树丢进去 你要知道那不是一小坛水 那是要供应一百万人喝的水 而且他们显然已经很渴了 一百万人要喝的水 一棵树就让它从苦水变成甜水 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质变 而且那个质变并不是因为那棵树使它变 是因为神让它变 这个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很惊讶 刚才喝苦的 一个人说现在是甜的 那个人说没有 怎么可能一喝又是甜的 所有人都说是甜的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你觉得会不会很惊讶 他当然会很惊讶 怎么会不这样子呢 可是过了一会儿 他们肚子就饿了 他们就跟摩西说 你带我们来这边要死 你叫我们吃什么 我问你吃跟喝是不是一件事情 是还不是 你可以说是 你也可以说不是 因为吃是吃喝是喝 对不对 可是你层次一升高 吃跟喝就是同一件事 好了 我们得替以色列人说说好话 吃跟喝不一样好了 吃是吃喝是喝 有喝的不一定代表有吃的 喝的不一定能够止饿 不能一直喝水 对不对 我总得吃点东西 好 一次没学会 两次没学会 那以后他们就学会了吗 我们发现不是这样 我们发现不是这样 当他们一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抱怨起来 我们上次也说到 不只是以色列人这样 其实21世纪 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历史没有教导我们什么教训 历史没有教导我们什么教训 我们不能从历史学到任何的东西 我们也自己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 这就是老我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旷野的生命 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惯性 我们被我们的习惯所掌控 神要用40年来教出埃及的百姓 神也不断地教我们 那就是我们要 三 用仰望和呼求来面对 人解决困难的环境是 仰望跟呼求 来面对我们老旧的生命 和每天的生活 其实神允许我们一直遇到困难 是因为祂要炼净我们 祂要让我们学习全心依靠神 用炼净这是圣经的说法 说顶位炼银 如位炼金 换句话说 神用这个比喻来说 如果你要把银炼出来 你要把金炼出来 那么是用温度 用高温 但是耶和华熬炼人心 是用困难 所以困难临到我们 我们上次有说 是神化妆的祝福 或者我们说 困难来了 就是神要赐福的前奏 我记得我有说过这个话对吗 前奏就是蓄取 蓄取就是 当你遇见了困难的时候 你就知道 神要赐福我了 神要借着这一个苦难 给我什么恩典呢 上次我们有下一个结论 然后那个结论我们是先说的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 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 什么是得生命呢 得生命就是脱离撒旦的 全世归向光明的国度 得更丰盛的生命 是指我们在地生活的年日 都会用仰望和呼求的心态 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 那你应该在这个环境的里面 是会学习的 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 信主非常多年的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已经脱离了 这样子的困难呢 我们当中也有人像我这种 叫老基督徒 老基督徒跟年龄没关系 只因为我已经信主五十年了 我大半辈子 我的六分之五都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我到底还在生命的初期 还是已经进到得丰盛生命的地方呢 这是这段圣经我们所要看的 所以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塑造 第二 我们今天要来看重点在这里 出埃及记当然可以应用在今天 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生命有连结 所以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的关系 好像我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 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 我们刚才剥饼 我们刚才拿了饼跟杯的人 都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跟上帝的生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是被拯救脱离撒旦的权势 已经归向光明的国度 所以上帝怎么对以色列人 他今天也怎么对待我们 可是 那上帝对摩西的训练又跟我们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一想到摩西 我们就想到那些伟大的人 他们才是神要训练的 他们才是神的仆人和领袖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摩西只代表 我们中间的少数人 不 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 或者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被选出来 我们被拣选拯救出来 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之后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使命 那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使命 就是我们必须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我们必须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彼此服侍 所以我们要留心上帝怎么样培养摩西 怎么样教导摩西 怎么样使用摩西 因为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停留在 紧紧得救 神要我们的生命是 当我们得到生命之后 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 再讲一遍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 祝福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话 我放完今天回去之后 你记得这件事情 2018年 我是别人的祝福 还是灾难 作为一个领袖 你说我到底是什么叫做领袖呢 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当中 当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就成为某种领袖的位分 比如夫妻之间 我们做丈夫的 到底是妻子的祝福 还是梦艳 我们做父母的 到底是儿女的祝福 还是压力 我们做公司的老板 我们做公司的职员 我们到底是我们上级的困难 难处 还是他的祝福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跟别人没什么两样 跟那些还没信主的人 没什么两样 我们就不了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 17章的1到16节 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些人被拣选出来之后 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做一个老师 你是学生的祝福 还是学生的困难 你要知道做老师 做久了以后就会疲掉了 第一年交非常认真 第二年交 第三年交 第四年交 第五年交 你到底现在还是不是你学生的祝福 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成为他的帮助 或者我们是成为别人的困难 我们到底我们的周遭 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别人的什么呢 在这边我们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因为神要我们像摩西一样被磨练 而成为当代的祝福 出埃及记第17章记载的两个事件 那这两个事件的重点 都放在摩西怎么样被训练成为领袖 以及一个领袖到底是什么 特别是第一个事件看起来 跟前面两章的记录很类似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说 这些百姓怎么会这样呢 但是这个记载跟前面的两章的重点 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前面讲的是百姓的状况 后面的一章 17章的1到7节 是提到上帝教导摩西 怎么做一个领袖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读1到4节 1到4节 读完了我们还是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呢 好 我们来看1到4节 我读1节 那你读第二节 我们读到第4节 1到4节 我读第一节 请你翻开圣经了 17章 17章翻到了没有 好 我们来读1到4节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 按着战口 从汛的旷野往前行 在立飞定安营 百姓没有水喝 百姓在那里甚可要喝水 就像摩西法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生畜 都渴死呢 读17章的1到4节 我们太惊讶了 15章和16章 他们不是才刚刚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吗 那时他们没有水喝 神给他们水喝 他们肚子饿了 神为他们预备了玛纳 怎么来到了立飞定 也不过几天的时间 再一次没有水喝 他们又重复去与摩西争闹 像摩西发怨言呢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刚刚拯救出来吗 我们就说 好 水跟食物是不一样的好了 那没关系了 没有水 神给他们水喝了 没有食物 不懂 神又给他们食物喝了 可是到第17章又没有水了 换了你我 我们应该怎么说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前面没有水喝 也有水来了 后来又没有吃 又有吃了 现在又没有水了 怎么样 我们有这么棒吗 我们有这么棒吗 他们怎么可能呢 弟兄有没有吃 这就是我们的惯性 这就是我们的惯性 你要知道 即使是基督徒 只要不顺利 只要有难处 只要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我们立即的反应就是抱怨 而且是反射动作 小时候我们学什么叫反射动作呢 叫做不经大脑 对不对 立刻反射 比如你摸到烫的水 你立刻这样 对不对 有没有人说 想想看 有没有 没有想想看的 你一摸到烫的水 立刻手就收回来 这叫做反射动作 不经大脑 我们的习惯 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 我们碰到的难处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 好不容易学会了说 水 苦的 会变成甜的 肚子饿了 会有麻辣可以吃 然后又到这里没水了 应该怎么说 立刻抱怨 这就是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么不耐烦 可是神却很耐烦的 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 用同样的事情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学会 仰望跟呼求 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读圣经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神很奇怪 要教我们什么 就一定要教导会 所以童子军 有一个学习的方法 就是你这一关没有过 那么你这一关就没有学会 没有学会 它偶尔让你pass一段 然后你可以先到下一关去 到了下一关过了 它就告诉你说 你上一关没有过 你要回去过那一关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一直在反复的里面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学会了 没有学会 我们没有学会 神就会用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状况来教我们学 教我们学 1993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现在也有时候还会重复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 有一部电影叫做 Groundhog Day 就吐蕃蜀日或吐蜀蜀节 中文翻译成 今日暂时停止 是一个很有名的 美国的演员 比尔摩里 可能有人知道 就是演那个 Ghostbuster的那个男主角 后来演了很多的片影 那个人的脸上有很多的疤 有没有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有名的演员 他很会演电影 跟Andy Mcdowell 所一起演的 这部片子我建议你去看 很容易找到 怎么找呢 你就写今天暂时停止 Google就好了 或者你写 Groundhog Day也可以 或者你打 Dear Murray进去也可以 打进去 你就会看到这部电影 然后你找到那部电影以后 下面就会写观赏 你就打观赏就进去了 因为这个片子已经是 大家都可以看了 已经没有什么版权问题了 大家可以看 那我建议你去看 那这是什么故事呢 故事的情节是描述在 美国某个城镇里面的 土拨鼠节 那土拨鼠节是 他们讲说 那个土拨鼠出来的那一天 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预表了 今年的天气会变成怎么样 那个男主角跟那个女主角 是一个电视的记者 他们两个要去采访 采访这个 但是因为男主角 是一个脾气很不好 习惯很不好的人 他也对别人很不耐烦 对下面非常的严苛 他那一下子就 脾气就来了 他跟那个女主角 一起去采访 采访 那个 那一件事情 他在采访的那一个时段 每天早上醒来 都是同一天 有没有想起这个故事 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没有啊 我们教会是不看电影的吗 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同一天 而且是六点钟 无论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他睡着以后 第二天一醒来 又是前一天的 早上六点 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 其他人都不是 其他的人都和前一天的 其他的人呢 他的感觉啊 其他的人跟前一天一模一样 早上谁跟他说早安 他出去会采到水 或者他出去的时候 有一辆脚要子开过来 骑过来 都跟前一天一模一样 他起初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他就跑去跟别人解释 他就跟别人解释 他很生气说日子怎么会这样呢 他企图跟别人解释 但别人都不相信有这件事情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循环 别人都没有循环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同一天 只有他是一天 又回来一天 又回来一天 可是那些人都是第一天 他一直在循环 之后他就开始说 哦 原来这样啊 原来他们都不知道 是重复 只有我一个知道重复 他就开始 为非作歹 为所欲为 可是你做坏事 做久了也无聊 对吗 后来他每天都一样嘛 你要吃的就吃完了 你要抢的钱都抢完了 你要做的坏事都做完了 那么还要怎么样呢 因为你又回到同一天了 以后他想一想 他就说 只有一个办法 极其无聊就多次自杀 他终于开着车 往悬崖下去 一下去之后就死了 结果一醒来 又是早上六点 他死了很多次 用尽各种办法死 醒来了又是早上六点 同一天 你知道这个故事的发展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这个故事的发展 就是经历了 不知道多久以后 他终于想通了 他终于想通了 他开始改变自己 在每一天重复的环境之下 他改变自己 他学习新的技能 因为他喜欢那个女主角 他就问那个女主角 说你喜欢什么 他就讲讲 以后呢 他就听说那个女主角 喜欢音乐 他就去学钢琴 那一天怎么学得起来呢 因为对他而言 每一天 只有他记得昨天的状况 所以他先去找一个老师 说我来跟你学钢琴 那个老师说好请进 然后他就跟他说 你弹过吗 没有 老师我教你 他咚咚开始弹 那第二天他又去了 可是第二天他还记得 他第一天的技术 对不对 所以他第二天的技术 就比第一天的 好 简单来说 可能过了几个月 他已经能弹曲子了 以后他进去 他又敲门进去了 因为还是第一天嘛 他就跟那个人说 我来学琴 老师说好 老师说你会弹吗 他就弹给老师听 老师说你弹得很好啊 他说老师你在教我 他就一直进步 一直进步 后来弹得比老师还好 因为老师还在第一天 他已经过了很多天了 以后他也知道什么时候 谁会从树上掉下来 他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乞丐会很饿 他就做了所有的动作 都是为了别人 他开始体贴别人 他开始去爱别人 他开始去为别人牺牲自己 当然你知道 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这样嘛 到最后 那个女主角就被他吓到了 就喜欢他 他终于得到这个女主角的欢喜 那天晚上他就睡着了 早上起来 到第二天了 他已经过了那一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我们改变 才能够解决 一件事情的问题 另外一个片子 可能你们就比较有了解了啦 那是2000年的 叫做扭转奇迹 Nikolas Cage演的 那我也是每次看都每次流眼泪 我真的知道一件事情 当一个人要脱离抱怨 或生气的惯性生命 是他必须要改变自己 服侍别人 当一个人不愿意改变自己 服侍别人 只希望别人服侍他 环境为他改变 他永远在抱怨跟生气的里面 那这两个片子都是个虚构的故事 但有很深的含义 我每次看都流眼泪 其实人没有办法改变环境 人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对我们的看法 你觉得别人要怎么样改变你的看法 你才满意呢 我告诉各位 别人不会因为我们 而改变他对我们的看法 没办法的 只有我们自己改变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 一天一点地改变 才有可能完成神对我们的期望 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件事情 我们学不会 神会一直重复那件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 以色列人在立非定所碰到的事情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已经是第三个 这已经是三个月来的第三次了 他们没有水喝就抱怨 但更有可能的事情是 当摩西在四十年之后回头想这一段的时间 他为什么只记得这件事情呢 因为这件事情是 以色列人反复一直做的事 弟兄姐妹 2018年好不好 我们成为我们妻子的祝福 不是成为他的梦魇 我们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 不是他的重担 我们可不可以成为老板 以及属下的祝福 而不是他们的难处 我们可不可以成为邻居的祝福 而不是他讨厌的对象 我们可不可以从自己开始 这就是神要我们看到 当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 可是我们刚才说 这一段的重点不在这一个 那这段重点在哪一个呢 在五节六节 我们来看五节六节到底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神对于摩西这个领袖的培养 当百姓还在那里循环 轮回的时候 摩西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六节 好不好我们全部的人一起来念第五节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 使百姓可 摩西就在 好 这个是第二次他们要喝水了 对不对 你知道第一次喝水 神怎么解决吗 第一次喝水我念给你们听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好 第一次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水喝 神就跟摩西说 来这棵树 你砍下来放在水里面就没问题了 他一砍就丢下去 就没问题了 可是这一次不是 一模一样的状况 也是没有水喝 神就跟他说 他说 你手里拿着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而且呢 他说 你击打磐石 让它流出水来 而在那个时候 我就站在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当然他这样讲 摩西看不到他 百姓更看不到 神啦 因为神是不能被看见的 他只是跟他说 你要相信我 你打下去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边 你一打水就出来了 那这两个完全不同 因为当时都是一百万人 要喝水 第一次的时候呢 神是告诉摩西 砍一棵树放进去 我告诉你 可能看到的人不多 看到的人不多 可能是附近能看到吗 你一百万人挤在那里 怎么看得见呢 我们将会每次施行水里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那大家都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然后呢每次要施行的时候 那那个主持的同工就会报告 请弟兄姐妹不要站起来 不要拿出你的照相机 我们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帮你照 然后到后的照片会给你 然后等我们等一下受洗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 因为就在这么近 我们都看不见吗 后面都看不见那什么 怎么施洗嘛 所以摩西第一次把树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没看见 总之有水就喝就好了嘛 你管它水哪里来的 可是这一次不是了 这一次是摩西被神带领 做这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神叫他拿着击打河水的杖 去击打磐石 然后让水流出来 请你先写下来 神对摩西的培养是 让领袖一能与神沟通 能与神沟通 受神托付解决百姓的需要 神来对摩西说 你要这样做 所以作为一个领袖 或作为一个要成为别人祝福的人 是要能跟神沟通的 你沟通你就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在这一次神来告诉他说 你这一次不是默默的做 你这一次不是把水变甜 让人说 哎呀神有办法让我们喝到水 你这一次要在众人的面前行这件事情 而且要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 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走过去让他看 而且跟他们说走一段路 到河列的磐石那里 他还跟他说我站在那里 然后你打磐石 所以很多人看见 不是只有几个人看见 是很多人看见 以后他们说 这水哪里来的呢 他们就会说是摩西打磐石 磐石出锤了 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对摩西而言 他是被神指定要做这一件事情 一个领袖 一个属神的领袖 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 要能够与神沟通 神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神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在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根神的杖 第五节神对他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这就是领袖的那个权柄 领袖的权柄是神给他 神赐给他一根杖 那这根杖其实 如果我们从前面过来都很熟的话 我们会知道 这根杖刚刚出现的时候呢 是神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说杖 那是神遇到他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 你把那个杖丢在地上 他一丢就变成蛇 对吗 神就说你把他拿住那个蛇的尾巴 他一拿又变回杖 那这是第一次 因为摩西跟神说 我怎么知道你讲的话是真的呢 那神说那我让你知道 你把杖丢下去 他一杖丢下去就变成蛇 他一拿又变成杖 以后神就跟摩西说 摩西就跟神说 那别人怎么知道你来找过我呢 神又跟他说了 你到那些人面前就把杖丢在地上 会变成蛇 你再拿起来又变成杖 他就跑去了 他先给亚伦看 后给长老看 最后给百姓看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神就跟他说 你去找法老 摩西说 法老理我吗 我怎么有办法跟他讲话呢 神说没关系 他说如果法老问我说 谁叫你来的 他说你就把那个杖丢在地上 一丢在地上就变成蛇 然后你再拿起来就变成杖 所以他三次 所以什么叫做杖呢 杖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记号 说这是我托付给你的 你知道这个杖后来有名字 这个杖后来的名字叫做 神的杖 这个名字叫做神的杖 弟兄姐妹 这个本来是摩西牧羊用的 可是在旷野之后 再向百姓证明之后 再向法老证明之后 这一次的这一支杖 就叫做神的杖了 那这一根神的杖 曾带领他们 出埃及过红海 出埃及的十次的灾 都跟这个杖有关系 因为他把杖放在 河水池塘上面 统统变成血了 他指向天空 天就暗了 后来他指向海 海就分开了 所以摩西每一次 使用杖的时候 都表示这个事件的发生 并非来自于他的能力和经验 而是代表这是神所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领袖 其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乃是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因此我们怎么样成为 别人的祝福呢 弟兄姐妹 不是我们能做 如果我们能做 就不叫做神的祝福 我再讲一遍 我们怎么样成为 我们妻子的祝福 我们怎么样成为 我们儿女的祝福 我们怎么样成为 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属下的祝福 不是我的经验 是神的能力 这叫做领袖 这叫做领袖 无论是治理教会也好 无论是你带领公司也好 无论你做父母也好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也好 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是我是别人的祝福 是神用我做别人的祝福 所以不是摩西能做 弟兄姐妹 摩西是不能做的 所以才用神的葬 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说 我这样可不可以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样不可以 你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那怎么办呢 这神才能做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不是我能 你要知道 摩西那次打了那个磐石 磐石不出水了吗 我请问你 他打了磐石 磐石出水 后来以色列百姓改变了没有 改变了没有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你知道吗 他打了那个石头 石头出水了以后呢 过了三四十年 百姓也没有改变 因为这个远古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领袖 不是因为别人改变 别人改变不是我们的目的 不是我们的目的 别人改变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做这件事情 也不是因为要别人改变 而是因为神叫我们这样做 你知道后来有一次摩西生气了 生气了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这么多次 百姓就不听 他有一次很生气的 自己打盘石 对不对 一打神就说你错了 因为这不是神要你用仗的方式 仗是拿来彰显这是神要做的 所以我们必须与神有沟通 我们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成为妻子的祝福 必须神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儿女的祝福 必须神告诉我们怎么做 不是我要怎么做 是 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努力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只是说我们必须知道 这是神的事情 要用神的仗 就是用神的方法 当然我们现在都在旧约里面了 你到新约你就知道 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 那因为这里没有提到圣灵 所以我就不去谈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必须依靠神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神 要我们去成为别人祝福的人 我们是要靠神的仗 不是靠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的重点是 我们能不能够跟神沟通 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 我们会跟神说 我这样做可以吗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儿女 对不对 今天第二堂我女儿来了 所以我就没讲 他不来我就敢讲了 你觉得父母容易不容易 父母都摇头不容易 对不对 儿女都觉得你有什么不容易 我比你更不容易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可是我常常在想说 你知道我 我现在在coach五十个主任牧师 我在欧洲 在亚洲 coach五十个 就是在教五十个牧师 那是很深的生命的带领 他们都恨不得 我们教他们 明天我们又要去欧洲了 要去一个月 有三个尼西米小组 我要去带他们 还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 还要主持个董事会 还有前后都还有聚会 去一个月 密密麻麻的聚会 密密麻麻的聚会 我的那些主任 我带着那些主任牧师 都恨不得跟我见面 无论如何 他们都要来 无论如何 你见面就一直问问题 然后一直跟我 没事 没事 有事通通写那个通讯软体 我前两天 一直在处理一个教会的事情 又处理一个教会的问题 但是主要是那个主任牧师 可是呢 你猜我教我女儿容易不容易 你说啊 讲背景 我们两个都是读法律的 对不对 他现在只不过二十几岁 不到三十岁 我在大学教书 都教了很多年 我想当年他在考大学 考上法律系的时候呢 他有一次在跟我说 爸爸 爸爸 这个 学期中考怎么考 我就教他怎么考 怎么考 我女儿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 这样写老师怎么看得完呢 我说因为我也在大学教法律 所以我知道这样写老师会喜欢 你听得懂吗 他就不相信 他就像你这样写的话 我们不是写 写 手都写断了 那我就跟他说 老师并没有要你把每一题都做完 老师帮你改了一些题目 老师就知道 你脑筋清楚不清楚了 问题是你清楚不清楚 不是你写得好不好 你清楚了写得不太好 老师也会给你分数的 当然了 后来他也蛮乖的 他虽然这样子顶撞我 可是他后来考试的时候 就这样写 他一写之后 第一学期的第一个考试 就在前三名 以后他就一直前三名到底 因为他起初就走对了 就走得好 可是在教他的时候 我很辛苦 我觉得很困难 即便是现在 我就觉得说 别人都那么愿意跟我学 就是你不愿意跟我学 可是这是我的想法 对吗 弟兄姐妹 我如果要成为他的祝福 必须要他有那个需要 跟有那个意愿 我才会是他的祝福 如果我在教他的过程当中 让他产生反感 就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因为他不会因为我的教他 他就得到好处 听到我的意思吗 因此不是我做得好不好 这重点不在我做得好不好 是神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 这个事情 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 就是我能不能靠我自己 做一个好的领袖 答案是不行 我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要不要努力 另外一件事 但是必须是从神来的 所以与神的沟通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 属神的领袖 第二件应该有的表现 是写下来 会寻求神住 他不仅能跟神沟通 而且他要能够去找神 说你来帮助我 你来帮助我 指挥百姓胜过仇敌的侵略 八到十六节 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 很熟的一段圣经 可是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想我们自己要想的 其实这段圣经有一个 很深的含义 那我把它讲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 八到十六节 请你们念第八节 我们剩下来 大概三四分钟就结束了 八到十六节 请你们念双数节 我念单数节 第八节 第八节请 那时 摩西对约苏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摩西对约苏亚玛利人争战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约苏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摩西族的一座坛起名 叫耶和华尼西 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 这是我们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从经文看起来 好像这一次摩西很不错啊 他开始分派人做事了 他叫约苏亚去找人 然后就去打仗 他自己上了山顶 他就举手 然后就亚伦护尔来帮他 好像看起来是摩西在做决定的 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领袖 但从第四节 我们就看出来不是这样 这都是神事先告诉摩西要怎么做的 换句话说 选了约苏亚做打仗的领袖 是神说的 那这边虽然没有讲这句话 从十四节看出来 是神要他这样做的 从别的地方讲出来 从别的地方看 到了民宿期的时候 神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他不是自己做决定的 他是靠着神告诉他该怎么做的 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跟神同工很久了 对神有相当的认识 他已经学会了更多倚靠神 因此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第九节 摩西对约苏亚说 你去打仗 他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什么 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所以摩西告诉他说 你下去打仗 但是摩西没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 你会赢还会输 他没这样讲 然后你去打仗 然后他就上山了 他手举起来 他们就打赢 他手放下来 他就打输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摩西手举起来 他们就打赢 摩西手放下来 他们就打输 那到底谁在打仗呢 是神嘛 不是人嘛 对不对 摩西只是说 我举手 因为神告诉他说 你举手我就让你打赢 你放下来 我就让你打输 所以他就举手 下面在打仗 摩西在那边举手 然后他举得很累啊 因为他从早上就打 对不对 打到什么时候 太阳下山嘛 那么十几个小时 我们回去要不要试试看 这样举十几个小时 你说 后来他太累了嘛 对不对 太累了没办法呢 他们就搬个石头给他做 他就坐下来 然后一个亚伦 一个户 我就把他手扶着 即便是这样 我问你 你这样举着 别人帮你扶着 你猜明天会怎么样 结果还是一样嘛 我们这里有医生 笑得最大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肌肉的情况 我们其他人不太知道 就是别人扶着你啊 你就这样子举着好了 你猜明天会怎么样 就是几天你手都举不起来 因为超过你能够负荷的 所以在我们这边看起来 我们把它讲成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没有 在那边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神透过他跟摩西的互动 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神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其实都是神在打仗 可是你做你该做的 我问你 下面 约瑟在打仗 他有没有尽全力 你猜呢 他说反正看上面 上面手举起来了 对不对 我们就赢了 上面手放下来 我就死了 所以我就不要做了嘛 没有 没有 那亚伦跟护尔呢 就在扶他嘛 来我问你 何必这么麻烦呢 因为可是靠的是神的杖 又不是摩西 对不对 那就亚伦可不可以举呢 你听得懂吗 反正是杖嘛 对不对 反正是杖嘛 那么 摩西举不起来 没关系 叫亚伦举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叫护尔举可不可以呢 也不可以 一定要摩西举的杖 而且可不可以一手举呢 也不可以 为什么这么啰嗦呢 为什么这么啰嗦呢 你知道 他如果可以轮流举 就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就不行 要两手举 有人告诉我 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他说因为举耶和华杖的时候 不是这样举 是这样举 听得懂吗 所以他举的时候是这样举 他不是这样举 因为这样举就可以这样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一定要这样举 所以不可以这样 他一定要这样举 要两只手举 所以他们一个扶右边 一个扶左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领袖 当我讲领袖的时候 你不要误会 我不在讲教会的领袖是长老 我在讲你作为一个领袖 领袖是使人蒙福的人 我刚才前面说到 都是神的功劳 对不对 神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打磐石 磐石会出水 也不是因为摩西打得够用力 乃是神说我站在那边 你打他就出水了 所以是靠神的 可是在这边 不管结果怎么样 人都怎么样 要尽上自己的本分 你手栓也得做 欧华已经十年了 我是现在回头看 是神的恩典 没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能做的 不过我告诉各位 过去这十年 我从来没有偷懒过 我也不能偷懒 因为那个环境 就让你不能偷懒 院长写个东西给我 我立刻要回 有一个学生有困难 我立刻要帮忙 有一个学生没有钱 我立刻要想办法 我立刻要想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 我们要尽全力 你手不可以放下来 即便你知道是神在打 不是我在打 你手也不能放下来 因为神说把手举的 我就帮你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不是环境如何 而是神如何 我们再把所有的焦点 2018调到神的身上 是神要我们这样 不是我们要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已经讲了 旷野当中的两件事 第一个 上帝跟百姓 是塑造他们的生命 上帝对摩西 是培养这个领袖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神培养的对象 第32月11号 才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摩西跟百姓的关系 盼望这新的一年 我们再把焦点 对得准确一点点 好叫神在我们的身上 得到荣耀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 满心的感谢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谢谢你 你让我们看见 作为一个使人 蒙福的人 其实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能够跟你沟通 我们能够靠着你 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你要做什么 亲爱的主 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 如果我们要成为 一个蒙福的人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寻求你的帮助 虽然是你的帮助 我们仍然要做完 我们所有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成为 我们家庭的祝福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 我们儿女的祝福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 我们职场的祝福 我们怎么样要成为 我们邻居的祝福 求你让我们 尽我们自己 所有该心的本分 至于这个结果如何 主我们知道 你知道什么结果最好 不像我们所知道的 因此求你照着你的恩典 坐在我们当中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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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